歡迎市長 一大早新北市長侯友宜 來到新莊區公所 向基層公務員表達感謝 從疫情爆發以來 為了辦理擴大紓困 區公所幾乎總動員 每天早上7點上班 忙到晚上11點才能下班 那像有一個民眾 他是急著要拿紓困金 那實際上他自己是有生病 需要去就醫 同仁知道這個狀況之後 甚至還私底下 先拿錢出來電給他 講到這段時間的辛勞 課長忍不住紅了眼眶 在全體人員的努力下 光是新莊區 受理案件就超過9900件 核定率超過99% 核發金額高達1億1700多元 我們紓困的件事 有10456件 核定率達到99.28% 佔全國的紓困金額 45億的四分之一 20箱裝滿A4紙的文件 裝了全是紓困案件的資料 也是所有人員日以繼夜換來的成果 侯友宜也特別送上蘋果 感謝大家的辛勞 眾人合力才能完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在鄭小城 王安寧 新北市報道